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也是任心惶惶 而且念惯了 压力非常大 那那现场这个情况一看 这个那的队应该能破 在办公室内激烈讨论的 是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大队长葛江波 和三中队中队长郝燕斌 元旦当天 一起恶行凶杀案 让刑警队上下如坐针毡 大队长立下军令状 则令将这起恶行案件 在24小时内侦破 并成立专案组 将该案命名为101专案 2013年1月1日元旦 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城内 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新年的到来 让每个人都感到喜悦 而文安县作客庄村民王某 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下午4点 他终于决定到邻居家去看看 王某走进邻居的院落中 看到屋门依然挂着锁 便来到窗前向屋内张望 试图发现有没有人回来过的痕迹 然而窗入他事前的场景 却是他大惊失字 爸爸窗望望 这里边躺着人 下半会会休息 土下半会会休息 因为窗没有脖子 只是窗子 从最后往给它一看 里边躺着一个尸体 人应该是死了 觉得好得让见好 我感觉到他感觉 他治一本作物中 我说怎么了 走着发生病难 侦察员接到110指令后 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并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 院墙挺破旧 房屋还都是老师的清转 好几十年了 尸体在房子的动物 在床上躺着 这处老宅属于河北省文安县 做个装沉默 常年对外出租 由于年久失修 房屋显得十分破旧 死者为一名女性 位于老宅东屋床上 全身赤裸 上身及头部被棉被覆盖 屋内散布着大量的喷溅血迹 雪地吞布特别多 墙面啊 这包括地上啊 是吧 还有这个窗户 整个这个雪地挺分散 面积挺大 靠近头部这一块吧 压着几块 这个砖块 疑似被刑侵害的状况 侵害后或者侵害前 被击倒 致命 从案发现场散布的血迹 和所发现的砖块 侦察员推断 死者是被砖块猛烈击打头部致死 随后 侦察员通过对现场进行认真的勘验 并有了新的发现 手机摔得粉碎 钱也没有少 也没有丢什么东西 烦的乱 没有烦乱的迹象 侦察员从案发现场发现的砖块 再到发现的皮包 手机等物品中确定 死者正是房屋的租户 费某 经调查 费某是陕西人 现年28岁 与前夫离婚后 独自带着女儿来到河北 报案人王某称 费某搬至河北省文安县做个装 已有几年的时间 平时为人和善 从不与人结仇 就在2012年12月27日的下午 费某称自己要出远门 偷偷邻居王某 照顾他10岁的女儿 他每次出去以后 告诉他们那个邻居 报案人说 你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照着点 看着点 有什么事 帮忙他有的什么情况 是吧 有的时候这个报案人 这个女的不回来以后 死者不回来 报案人还经常给他们做饭 吃了给人家小女孩 侦察员按照报案人王某 所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死者费某的女儿 并向他询问 自己母亲最后外出的情况 这费某称说情 当时他妈是什么 是1月27号下午走的 走的时候给人一个宝 口袋有几十块钱 哪里也不收集 然而 就在此后 侦察员了解到一些 极为反常的情况 听报案人介绍这个情况 因为在两处租房子的地方 你出来的国女还自己住 基本上不是生活那个什么 没活动 没活动 这个很基本的 这个房屋特别破 应该是不经常在这住 通过这个房东说是吧 也不是经常 累 这一反常现象 立即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死者费某 除了租住了案发现场 这一处房屋外 在约一公里外的村正中 还族有一套房屋 相比起这套破旧的老宅 村正中的房屋 打理的井然有序 侦察员从费某邻居那里了解到 平日里费某与女儿 更多的住在出案发现场外的 另一处房屋 而并不是这套老宅 侦察员不禁心生疑惑 一个单身母亲 为何要租住两套房屋呢 我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说不太正常了 文安县位于河北廊房市正南 虽然现场不当 但这里却以木材加工业闻名 文安县境内 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木材加工厂 做个庄 更是木材加工业的聚集中心 通过外围走访 侦察员了解到 资者费某平日接触人员较多 生活并不拮据 那么这处老宅 会不会是费某 用来吞放木材的仓库呢 当然咱们通过跟他家人 还有他的邻居了解 没有反而给他做生意 而且这个 非肯乡做熟 还有餐 也不能误供 都为人不了解他 连房东都不了解 对于死者是否做生意 机房司令都表示 并不是十分了解 外围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就在此刻 法医经过仔细的勘验 做出了详尽的验尸报告 报告显示 费某死亡时间 应该为2012年12月28日 凌晨2点左右 也就是说 费某在与女儿分开的当天晚上 就已经遇害了 根据费某的死亡时间 侦察员做出了进一步推断 中间那个门 是外边是用锁的 可以说是说 犯罪先生在做案案以后 把门锁好以后 离开的现场 正找到他出租房的钥匙 能把门锁好了 包括对他这个周围环境这么熟悉 手机被摔坏 带有其他的 屋里边的电视 包括那个 VCD都没有 都在那放了 都没有人动过 咱们初步认定 可能跟费根相 有过接触 或者是 不能说特别熟吧 可能是也相互比较了解 侦察员推断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 当晚与费某在一起 或者当晚与他联系过的人 专案组立即对案发现场 死者的遗物进行仔细检查 试图从中找出线索 然而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013年元旦 一宗命案打破了 河北文安县城的节日洗清 凌乱的案发现场 蹊跷的钻动机 年轻的单身妈妈 为何同时租下两套房屋 死者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 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租客死亡之谜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3年的第一天发生命案 这使河北文安警方备感压力 文安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01中案组 马不停蹄的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 努力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 力争在24小时内将案件破绘 很快 侦察员调取到 受害人费某的通话记录 和网络聊天记录 我刁取这个画蛋 一看 一查 这些信 这些通话 这些手机号 当地的记录 应该都是自编 没有真实的身份 好多都是有假名字 编的身份的话 根本确定不了 真实身份通过一个公司查 死者在通话记录显示 当晚与受害人费某联系的 共有三个号码 并且三个号码都没有进行实名制当计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侦察员又发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 真的有通话记录交人家太多了 那人好像是一百来个微信当中 好多都是滥行 经常晚上 晚上联系 还在微信里边 微信里边的 经常晚上聊天 聊一些 有没有闪的记录 聊一些 比较 比较放松的那些话 他所有的交往人家 没有一个是真实姓名的 像是存在那个 别名吧 面对虚假身份登记的电话号码和网络聊天记录 侦察员又针对性的对几个号码进行重点调查 当天下午跟着通话的作为终点 然后往前面推嘛 我们就分了五个组来查这个 找到这些人 找到这些人注意派查他们的活动规律 作单 有没有作单事件 调查中 侦察员发现 死者费某 与通话记录中的每一名男性 都有着时段时序的联系 并且根据周围邻居反映 费某时常与不同男性接触 然而 当侦察员问及这些男性的身份时 邻居们却又都表示并不了解 这让专案组感到极大的困惑 受害人没有固定职业 就是天天早出万规 从我查这一块 感觉他这个社会关系非常复杂 常是在组装待的时间挺长 看到那通话挺难的 都能看出来 连续人非常多 但是这些人多 但是没人可以提供上 这些人是谁 专案组分析 如果情杀的可能性成立 那么日常联系人不确定 作案动机不明 而且在深夜凶案发生时 没有一丝声响 使这种凶杀案更加扑术迷离 夜深了 报案人员对案件的调查 仍在紧张的进行中 2013年元旦 发生在河北文安境内的凶杀案 至此进入困境 警方该何去何从 2013年元旦 一宗命案 打破了河北文安县城的节日洗净 凌乱的案发现场 蹊跷的作案动机 年轻的单身妈妈 为何同时租下两套房屋 犯案人员多方调查 发现半年前的一个报警记录 若隐若现的案件线索 警方能否查明真相 找出真凶 租客死亡之谜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元旦的节日气氛 渐渐消退 河北省文安县城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而101专案组的侦察员们 却是整整一夜没有喝眼 专案组希望 在24小时之内 尽快破案 因为他们明白 时间越长 破案的难度就会加大 此时 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14个小时 能否在接下来的 10小时内破案 使每一名侦察员 都备感压力 此日清晨 侦察员再次前往 案发地点周围 进行走访 试图找到与死者联系 较为频繁的关系人 第一 有些案上的 痕迹物证对他进行比对 第二 我们对他 不能说是你 从事件上是什么对应 是吧 我们还有 比如说 身体的监察 住宅的搜查 是吧 你其他 这是 跟现场 所有有关的东西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 在案发地点附近的 派出所 进行串避 试图从死者费某 日常活动中 寻找线索 上午九点 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被反映上来 他前几男朋友 然而经常打架 就派出报过警 咱们有这个记录 得到这一线索后 侦察员立即通过派出所民警 调取死者费某报案当天 所留下的报警记录 并找到当天的接警民警 仔细回忆当天前来报案的人 当时咱们把死者的照片 叼出来 让派出所来的人 咱们下去民警 也看这个照片 下去民警 反映上来一个情况 确实不是小孙 是一个叫孙希的 应该是与死者 弄过矛盾 多次 不只是一次 而且经过派出所调解 派出所民警回忆 2012年10月的一天 一名费姓女子 和一名姓孙的男子 来到派出所 女子哭哭啼啼 控诉该男子喝酒后 追击实施殴答 而孙希男子因醉酒 而显得神志不清 在民警的再三询问下 费姓女子终于承认 与该男子为男女朋友关系 经过民警 耐心调解后 两人和解并离去 经过对死者费某的照片 进行辨认 派出所民警确定 来报案者正视此人 专案组侦察员 立即对醉酒 欧打费某的男子孙某 进行进一步调查 跟死者谈过对象 然后后期一开始关系不错 后期因为小孙许久 经常打架 通过一段时间 这个男女应该是生活上也不太见点 不太见点 有点不误正义 这个女人都想跟她分手 分手以后 这男子都纠缠了 也是经常照着下 她因为有作案现役 所以咱们都找到过场 侦察员找到死者费某前男友 孙某打工的木材加工厂 并将孙某传唤至刑警队 对其进行进一步询问 你排查每一个人需要很多东西 作战事件 是吧 这个恨起无证的比对 是吧 犯罪动机的分析 他说的这个 这个是当天 也就是说难发的当天 他说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符合这个 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吧 是不是符合一个成立 当时孙希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因为孙希在最后 舍不得费某 而且费某把他抛开来 不跟他过 不跟他谈了 但是孙希还离不开他 还老想找费某 然而孙某声称 自己与费某早在2012年12月 就已经分手 期间再没有联系 孙希说的这个没有联系 咱们呢 最近呢 把孙希的手机闹了 他手机上送了电话 而且呢 在当天 在1月1号 下午4点多 这个孙希 还给这个 这个费某打过电话 打电话的同时呢 还发了一条短信 很显然 孙某在撒谎 可是不管正常员 怎样询问 孙某都坚持 自己没打过电话 当询问的时候 他还是不常认 后来就跟我说 不常认电话 是谁打的 是吧 拿着证据来问 当正常员 将调取的通话记录 放在孙某眼前时 孙某却给出了一个 令人难以预料的答案 我该信息说的 我打的 我就是挺想这个 这个费某的 我看他过年会不会假 给他打个电话 他也不会假 叫他跟我在一块过年 打电话你打通了吗 最后他承认了 我没打通 我给他发个短信 他也没有灰 侦察员判断 案发当天下午 死者手机内的 三个通话记录 其中一个 还有可能就是 预先约死者费某 出来的电话 并且当天下午 所发的短信 也早已被删除 这是孙某的 作案嫌疑 骤然上升 情细的一点 也在上升 是吧 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他还不承认 是吧 是不是说 看看他 要试着作难的话 看看他有没有 被公安局官发现 是吧 演示一下 打了电话 面对孙某的种种疑点 侦察员仔细询问孙某 孙某回答 当天只是无聊 所以拨打了死者费某的电话 侦察员立即对孙某进行调查 自己发现 他说当天晚上在厂 厂的家夜班 没有出过厂的大院 12月20号 到这个1月1号 这四天当中 他正是上夜班 晚上上班 白天休息睡觉 咱们去的厂子 查的这几天活动情况 查的那个考庭表 侦察员马不停蹄的 来到孙某打工的 木材加工厂 并调取了工厂车间内的 监控录像 从监控画面中 侦察员看到 孙某在案发当晚 一直在厂内工作 中途一次外出 仅用时10分钟 而在短短的10分钟内 从工厂到案发现场 再从案发现场返回到工厂 根本不可能 通过这方面 拍出了孙某的作案时间 孙某打工的厂子 到这个案发现场 大概得需要两个小时 来回得需要两个小时 监控画面中 忙碌的孙某 让侦察员排除了 其作案嫌疑 案件再次断了线索 应该是属实的 也排出了孙某的作案事件 确实没有出过院子 所以说当天 他没有作案事件 也完了 错了 至此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距离案发19小时后 案件的进展 却又回到了原点 这时 专案组的每名侦察员 都感到案件 所带来的压力 凶手到底藏在哪里 2013年元旦 一宗命案 打破了河北文安县城的节日写情 凌乱的案发现场 蹊跷的管动机 年轻的单身妈妈 为何同时租下两套房屋 一段监控录像 一件刻意处理的外套 最终能否使犯罪嫌疑人露出马脚 租客自亡之谜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对死者前男友孙某的嫌疑 彻底排除后 另一组侦察员 加到了在案发现场的排查地步 寻找进一步侦破案件的线索 你像它放动 它住处的周围 然后包括闷电的监控 走访的过程中 侦察员不断叫去路边的监控 询问坐客庄主要街道上的 包括出租车 三轮车在内的司机 终于一条新的线索 浮出水面 客是说当天下午 一个开三轮车的司机 看见这个 这个 飞猛 平时是四车 在他那个女儿 租房子的地 与这个 一个男性见面 据三轮车司机张某描述 2012年12月27日 他曾经从案发地点 接过费某母女二人 在行驶过温安县 坐客庄中心街道后 送他们到达费某族住的 另一处出租房内 司机张某在准备离开时看到 一个男人走进费某房内 并与其进行交谈 原来 当天与费某见面的男子 也曾搭乘过 司机张某的三轮车 因为职业习惯 三轮车司机张某 曾经与其交谈 并且能够准确地说出 该男子的住所工作单位 面对这一信息 侦察员兴奋不已 随后侦察员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立即对该男子进行暗中调查 警察时 该男子姓蔡 陕西人 在佐客庄某木材加工厂打工 与死者费某 从事情人关系 在获取了蔡某的联系方式后 侦察员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蔡某与这个受害人接触过 咱们再回头来 继续查与蔡某 与这个费某联系的人 关系人 找到 找到这个蔡某的手机号 说明这个蔡某在当天 也跟这个费有过联系 种种线索显示 蔡某在案发当天 与死者费某有过接触 并且从调查中 侦察员了解到 蔡某在案发当晚 很晚才回家 专案组分析 蔡某很有可能就是 最后见到费某的人 随即立即决定 对蔡某进行传唤 然而 面对警方的询问 蔡某却显得十分淡定 咱们把这个蔡某 穿上到那个派出所之后 问他认不认识 费某 他说认识 他说27号下午 打电话 打电话叫他过去 两人在他这个出租房 发生了性关系 发生完了之后 他就离开了 当时感觉这个小孩 比较震静 比较震静 说的跟真事一样 看着面相好像比较那种 实在那种 蔡某告诉侦察员 自己2012年4月 与费某结识 后一直保持情人关系 在案发当晚 他曾与费某约会 并在晚上10点左右 蔡某就离开了案发地点 情况以后 后来这一段他说不清 他跟他吃完饭 睡觉了 走了以后的事 是说不清 蔡某告诉侦察员 在当晚11点左右 费某接到一个电话 说晚点还有事 催促蔡某鼻开 然而 细心的侦察员 却从这句不经意的话中 发现了破产 但是女子的晚上10点 没有了通话记录 晚上9点还有通话 都给人家拔了 我都已经知道 到他们 到报案 他们出现场 电话就没有打通过 所以说他跟这个 蔡某东 反应的情况不符 查觉到异常的侦察员 不动声色 继续仔细询问蔡某 当晚与死者费某约会的每一个地点 同时派出另一座侦察员 对蔡某所描述的约会地点 一一进行核实 他们都进一步跟他核实 说你在哪吃的饭 说了一个小饭店 核实的当中 是吧 这个服务员的老板能够证实 这个蔡某跟这个飞某 当前下午在那个饭店吃过饭 在吃饭出来的时候 经过一个移动室 移动室那儿有个监控 江户箱也掉了 掉了以后呢 咱们一看 跟本人一比对 确实是他 那个女的呢 确实是死者 在调取了蔡某与死者费某 路过某公司的监控方面后 侦察员清楚地看到 蔡某身穿一件黄色的外套 与费某并肩 与案发当晚18时45分左右 悠闲地经过某公司大门口 而就在此时 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是侦察员更进一步地 确定了蔡某的作案嫌疑 蔡某呢 有说下话的行为 他当时说他穿的服装 是个神艳色的 但是呢 咱们调取监控之后呢 当时他穿的是个黄色的衣服 他就对一块呢 否认 当时他穿的衣服 跟他自己交代 那天我穿什么 不一致 后来他交代 把这个衣服都送到干洗店去洗去了 侦察员迅速赶到蔡某所说的干洗店 提取蔡某案发当晚所穿的黄色外套 并从干洗店工作人员处获取蔡某送洗衣服的详细经过 这衣服已经洗完了 衣服上面什么痕迹都没有 咱们呢 继续呢 对这个干洗店 这个服务员和伴进行讯问 说当时这衣服是送的 送的处是什么情况 这个服务员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衣服我记得 当时呢是那个是一件湿衣服 拿出了点抖着来的 上面粘后都洗一份 当侦察员将从洗衣店提取的黄色外套 和洗衣店店员所提供的情况 全部摆在蔡某面前时 蔡某沉没 当时呢他都不说话了 压力非常大 当得知 侦察员已将衣服上所提取的微量喷溅血迹 进行DNA比对时 蔡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全盘倒出来 案发当天 自己因钱财纠纷 杀害费某的犯罪事实 蔡某称 自己与死者费某 一直保持暧昧关系 并时常约会 但每次费某都会向自己索要生活费 案发当晚 在出租房内 激情过后 费某再次提起生活费的问题 蔡某因钱包里的现金所剩无几 两人随即发生争执 蔡某一怒之下 将费某杀害 解释录了我自个人走你 最终我自个人犯你 解释他们也要 解释留 解释事也已经出了 在报案后的整整23小时后 101案件顺利告破 中安组在24小时内 完满地侦破了这起发生在2013年元旦河北文安境内的凶杀案 这个是咱们刑警瞬间的爆发力 这个是刑警的经验警示 抓住了这个证据 即使的困难 然而案件侦破之后 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反思 据犯罪嫌疑人蔡某公述 费某在与自己交往的同时 与其他很多男性也保持着暧昧关系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 因爱生恨 导致蔡某走上了犯罪道路 而死者费某以迷乱的情感作为谋生的手段 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只要坚守一份真挚的情感 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生存 每一个人都能够寻找到 那原本并不遥远的幸福